大家好,我是王文 我是居住在犹他州盐湖泉的地产经济 欢迎来到我的盐湖泉地产频道 今天呢我来到我们的犹他州 Utah County 城市名字叫Highland 来给大家拍 两套这个moving ready的房子 新的房子 然后这个开发商呢是叫David Weekly Highland这个城市啊 它location非常的好 它呢是跟李海的这个交界处 就在李海的旁边 东面的一个城市交界处 它呢是 东面往东呢 是就是往西 往西呢是连接李海 往南呢是连接这个American Folk 然后呢它去 李海的核心的公司园区 差不多也就 十几分钟就能到 然后周边呢就是生活配的非常的成熟 然后就旁边有一个 是我们这边一个 七星级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中 啊非常好的高中 它呢是非常注重于 呃这所高中的特色是体力运动 体力运动非常在全 在全美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么它周边呢超市 比如说这个Crosco 我嘛就是据成员非常方便 啊周边呢里还有个奥特莱斯 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就能到 那我们先看一下房的外观 以及里面的构造吧 啊现在它的第一套呢 它的户型是叫Cosin Nest 然后呢它是呃它是三房两位 现在的价格呢是 六十一万九千九百 那么因为这个礼拜是黑五嘛 黑色星期五所以呢这个房产商也在搞活动啊 现在呢优惠比原来优惠五千原来呢比较贵一点是六十二万四千九八九啊 现在黑五搞活动便宜五千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房子里面吧 先给大家看小区晚间 它这样子的 它呢当中呢有一些绿化袋啊 有些绿化袋 然后呢有些这个绿植 这当中呢有一条这样的一个走道 走道呢 房子是门对门的 房子跟房子之间的这个 间距邻居非常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宽 然后这里的横排的房子跟房子的间距呢还好 那它呢是一比较小的渡洞的啊 是比较小两千多尺的比较小的渡洞 所以呢稍微跟邻居紧一点 它是紧一点的这样子一个渡洞 那这套房子它是两层楼加个地下室的结构 房子外观呢是蓝色的木板贴面 以及石头的贴面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然后每家每户啊 这里到时候它这个HOA呢会给你这边围好 这里等于像你房子门前的一个小的天井一样的 小的院子啊 小的院子 小的院子呢是没有草地的 就是啊 石子以及水泥地 那房子背面就是两个车的车库 我们看一下吧 然后这套房子它有比较L型的一个port 是比较长的一个port 看在里面什么样子 它已经完工了 还是蛮大的感觉 房子它是非常的开放式的 厨房餐厅客厅非常的开放式啊 然后这一面窗呢 它是朝南的 朝南但是旁边很可惜 是邻居家的房子给这个阻挡了 采光稍微有点影响 然后呢 我们把灯开一下 现在是没有开灯的状态 情况下的这个房子的亮度啊 把灯全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这个客厅啊 客厅 餐厅呢基本上就在这一头 然后这就是厨房 比较方方正正的一个样子 这里当中大的导台 然后这里呢就是厨房了 现在厨房 看一下哎呀现在就好了 现在采光非常好 现在好了 刚刚没有开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它是灰色的这个柜子 黑的把手 白色的大理石台面 是非常不错感觉 灶台用铁的 然后呢 但是它这个铁的灶态很好打理哦 它是比较好打理的 是这样一拎 然后上面一喷一擦就好了 不是那种大块的铁片 它这个是很好打理 用的是通用品牌的 微波炉 以及这个烧菜的 下面是烤箱 这个微波炉 你到时候可以自己去换成 这个托牌都是可以换 瓷砖 这里大的窗 还蛮好 洗碗剂 然后这里看一下 这个门出去就是两个车的车库 哦不对 是地下室 地下室说地下室呢 是还没有完工 地下室还没有完工 这里呢 有一套是地下室给你开放 全部完工的 价格呢 是七十万 七十万左右 如果说你需要 省去以后的麻烦的话 那就是可以完工 一楼半个卫生间是在这里 台盆 这里后面 马桶 半个卫生间 这里看一下就比较亮了 然后呢 这扇门就是 两个车的车库 比较标准的车库 比较标准的 然后车库进来右手边呢就是这个楼梯通往二楼 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这套房子的状态呢是交付的状态 moving ready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拍的这套房子呢 欢迎与我取得联系 看看你喜不顺这个户型 上来以后 左手边先看左手 左手两个房间 加上一个共用的卫生间 还是蛮精致的 卫生间也挺干净的啊 挺干净 那这个社区呢 它每个月的物业费是一百七十美金 然后这就是两个房间 这两个小小房间呢 客房它是山景房 可以看到 我们游它中非常雄伟的这个山景 看到吧 可以看到山景的房子 出去还是对面有洗车房 然后一些 呃 旺马就在对面 开过一分钟都不要 非常方便 旁边 是也是个客房 这两个房间大 差不多就比较的 不是特别宽敞吧 一般的大小 然后呢 这个楼梯上来 这里还有个小小的 怎么说 这里有个小小的空间 它也算一个非常小的一个loft 非常小 适合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 可以在这边 大大乐高寂寞啊 玩一下在这边 这里就是二楼的洗衣房 洗衣房的空间 然后再往前就是主卧 主卧跟客户离得非常远 非常的私密性很好 主卧呢 很大的啊 David Weekly这个 户型的主卧是做的非常不错 非常大 两个窗 然后这个主卧 右手看一下 右手呢 就是它的一个一帽间 一帽间挺大的 一帽间做的非常大 David Weekly这个客户上 房子的品质还是相当不错 品质都是没有问题 然后这里就是主卧的卫生间了 双台盘 然后呢 右手边就是 马桶 这里也有窗 把灯开一下 灯开就亮亮 然后它这里呢 就是一个淋浴房 这套房子是没有浴缸的主卧 淋浴房 里面 看一下 里面应该是柜子 收纳的 收纳的放放储物间 那就是这样的一套 房子 三个房间 那这套房子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拍的这套 它是就是比较实惠的吧 这个价格 就是六十万出头 六十万出头 然后呢 它位置非常好 如果家里有小孩要读 学校的话呢 就变成公里学校非常不错的 Halland Halland的旁边就有Alpine 这两个城市的房子啊 基本上都很贵 像比较大的独栋 像以前造的啊 以前两千年左右的 或者两千一年左右 造的房子都很大 很多都是非常大的 面积 像四年五千多次的豪宅 都很大 都只剩至少一百多万的 然后再往山上开一点啊 那些房子 肚子两百多万 三百万也有 然后这边的房子贵嘛 低税的话都会 捐给这个学校 用于学校应景神 所以这边的学校很好 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的话 它是 基本上是旁边有个十分的学校 十分的小学 中学也不错 然后旁边的那个 龙平克这个高中呢 它也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 运动的 七星级的这样子一个 七星级在美国来说是 非常高的 等级的一个 高中了 它这个平的话 平的星级是 平这个学校的应景设施 学校的占地 学校的面积 学校的 呃 师生规模 人数 啊 应景设施 各方面来平的 所以它是体育非常有名 如果您喜欢我今天的拍的这一套呢 欢迎与我取得人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